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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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河南安徽洪水泛濫 農民哭訴血本無歸 中共黨魁承認 中國經濟出現新情況新問題 中國民宿偷拍客人隱私出售 警方已當保護傘 台灣嘉義縣眾資打造旅遊秘境 大埔藍色公路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目前正值秋收季節 中國產糧大省河南安徽 受颱風影響 洪水泛濫 大面積農田泡水導致玉米大量 減產或絕收 但由於養殖業不景氣 今年玉米價格低米 農民哭訴血本無歸 受貝比加和普拉桑颱風影響 安徽河南等地受災嚴重 農民損失慘重 河南商丘農民披露 中國玉米大部分用來養殖 由於養殖業不景氣 今年玉米行情不好 泡水玉米價格更低 水裡邊拉出來的玉米 五毛錢都不給 好玉米八毛錢一斤 糧食不值錢 中國老百姓沒有發言權 沒有定價權 現在除了糧食不漲價 化肥 種子 農藥 漲價了 以前收益目的六十八十 現在一百塊 玉米今年結束了 錢淺了 連本錢都收不夠 種地不掙錢 我們的出路在哪 商丘農民表示 今年玉米多災多難 先旱後老 收成時遭遇颱風 造成玉米大量減產或絕收 很多農民學本無歸 安徽農民透露 今年安徽北部也是先漢後老 收成減少 成本卻年年上漲 種地賠錢 出外打工沒人要 都感到很絕望 農民還提到 過去秋收後 燒接桿 能把害蟲和草籽燒死 禁止焚燒接桿後 病蟲害和雜草多起來了 只能多打農藥 增加種植成本 又傷害人體 還有一點更可怕 化肥 農藥越用越多 但是產量反而不行 病害越來越多 不讓老百姓少見了 說污染空隙 資本在推動它賺錢了 老百姓就受罪 農藥有殘留呀 農村為什麼現在天灘 腦瀉山 心梗 腦梗 癌症那麼多 為所為人的病現在都有了 而且年輕化 新唐人記者熊斌高玉採訪報導 中國經濟持續惡化 中共黨魁週四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承認 中國經濟出現了新情況與新問題 喊話要讓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 中國經濟持續惡化 中共黨魁9月2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承認 中國經濟出現了新情況與新問題 中共官方連日喊出多項經濟刺激政策 包括人行要向金融市場放水一兆人民幣 雖然消息激勵陸港股 但外資依舊敬而遠之 外資研究機構認為 以往人行通常會告誡不要投機 但現在似乎在鼓勵投機 外界應該要謹慎對待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韻如與威綜合報導 近日 中國民宿內安裝攝像頭 偷拍出售客人隱私事件引發關注 輿論質疑 中共警方替這個黑色產業鏈充當保護傘 9月23日 有大陸網紅發布視頻 曝光石家莊幾家民宿內 安裝多個偷拍攝像頭 民宿老闆自報 這些攝像頭連著他的手機 現在這個攝像頭就連著我一個手機 連著我一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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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財經引述部分民宿從業人員透露 偷拍和出售客人隱私在住宿業一直存在 一些民宿老闆通過網路直播客人隱私 收入遠超過房費 在另一家民宿 上述網紅博主也發現了偷拍攝像頭並報警 但在警方到來之前 他們遭到民宿老闆等多人圍堵 辱罵和毆打 之後 警方將博主等人帶到派出所 又被二三十人圍堵 直到四日凌晨他們才逃離當地 9月24日深夜 石家莊市公安局新華分局發布通報稱 已將安裝偷拍攝像頭的三人抓獲 並聲稱這三人與民宿業主並不相識 不過 網友質疑石家莊警方偏袒民宿老闆 懷疑一些警察充當了保護傘 中國人權律師吳少平表示 民宿老闆和警方有利益勾連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就是在中國特別是像旅遊城市或者大城市 你要開設一家賓館 你本身就需要公安部門給你的一個特種行業營業水果證 必須經過公安部門那個批准才有一個程序 那你如果拿不到這個特種行業進行水果證 你的賓館也未必能夠正常開業 吳少平說 在中國開設賓館需要一定的關係和背景 他有一些當事人在上海做賓館生意 曾對他透露一些內情 就是這些地方上的這些自安騙警啊等等 他們都必須要給他們送禮的 這些騙警呢 隔一段時間他們就會來查理自安的問題 當然這個說是查理自安的問題其實更像是說保護會啦 是慣例 就是他們一上門 這些賓館業經營者就主動的要拿一個紅包給他們 然後所謂的警察呢 當然就是走過場了 新唐人記者唐瑩凌歷舒燦採訪報導 今年第79屆聯合國大會期間 紐約的部分法輪功學員在聯合國總部前 展開了為期四天的和平請願活動 還有聲勢浩大的遊行車隊在繁忙的曼哈頓街頭穿梭 傳遞打倒中共惡魔的呼聲 紐約聯合國總部前可以看到中共不等於中國 拒絕共產主義等標語的車隊 各外醒目 沿途的紐約民眾不分華人西人紛紛表達支持 甚至希望捐錢贊助 很多的行人給我們點贊 給我們鼓掌支持我們 像我們中午在這裡休息的時候 也專門有人會過來給我們表達他們的支持 這項活動由全球退黨服務中心2020年發起 目的是揭露中共暴行 喚醒更多人對共產主義危害的認識 今年聯合國高峰會期間 車隊由10輛車組成 傳遞著終結中共的訴求 目前已有超過440萬人全球聯署支持 跟我們聊天的這些人 他們知道中共的滲透 也知道共產主義這種思想 對美國的危害 車隊休息時 不少民眾主動上前詢問 並簽署解體中共請願書 感激義工們帶來的真相 讓人們了解到中共對人權的侵犯 隨著三退大潮的推進 中華兒女都在覺醒 現在已經有4億3000多萬的中華兒女 退出了中共黨團隊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這樣的就是一種精神覺醒浪潮 已經正在改變中國 與此同時 上百名法輪功學員 在聯合國外和平請願集體練功 並展示法輪大法好和停止迫害的橫幅 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制止 中共對法輪功長達25年的迫害 希望有更多的國家的那些領導人 希望有更多的美國的民眾 能夠通過我們的真相的展板 能夠知道中共的邪惡 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真善人的信仰 進行了長達25年的打壓迫害 海外的法輪功修煉者透過這些活動 喚醒國際社會 對中共人權暴行的關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文月唐成 紐約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自民黨今天選總裁三強領先 要拼下一任日本首相 中共最新核潛艇在武漢沉沒 中共官方掩蓋 四級颶風海輪直撲美國佛州 都已經進入緊急狀態 歐盟預計下週對中國電動車加增關稅 進行投票 可以依覽韓國軍工產業現狀及未來的 第六屆韓國防衛產業展 週三在高陽會展中心舉行 為期四天 第六屆韓國防衛產業展2024正式開幕 今年的展會以和平與未來 承諾的時間為主題 促進政府軍隊和企業 對防衛產業時代的使命達成功識 防衛產業並不是單純的武器交易 而是指同盟以上的親密的紐帶關係 因此我認為這相當於無言的安保同盟 今天迎來第六屆韓國防衛產業展 希望發展更上一層樓 韓國防衛產業展是亞洲重要的國防交流平臺 從2014年開始隔年舉辦 今年以中小企業為中心 側重於新材料的運用 同時準備了AI、機器人、無人機等尖端技術 即今後韓國軍工需要開拓的領域 展會吸引了韓國150多家企業 和15個國家和地區的28家企業參加 其間除了展示各類軍工的高科技產品外 還舉辦主題研討會並提供資訊等 現在四族步行機器人之所以得到軍中的關注 是因為與其他輪式機器人或一族步行機器人相比 在非並行變化的戰場環境下移動而備受矚目 因此通過今天的展示會與軍工企業聯繫 也是很重要的 只有這樣才能在多種領域靈活運用商業機會 今年也首次為三家國防產業中小企業頒發了防衛的獎項 新唐人電台記者金燕票評員韓國採訪報導 中共核潛艇沉默 顧立雄表示多重勤監真手段掌握 歡迎回來來自台灣的消息 共軍的一艘核潛艇最近被拍到在武漢沉默的畫面 對此國防部長顧立雄表示 透過多重勤監真手段有掌握相關的資訊 中共的一艘潛艇最近被拍到在武漢沉默的照片 這些畫面在5、6月期間被衛星發現 最初外界認為是一艘常規動力的潛艇 但多家外媒最新報導 沉默的可能是一艘核動力潛艇 對此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顧立雄表示 有掌握相關資訊 目前中共潛艇沉默的消息 已經得到美國國防部匿名官員的證實 中共官方和陸媒一片噤聲 此傷情況也不明 據瞭解這艘潛艇是共軍最新型的潛艇之一 疑似是由常規潛艇改造成的小型核潛艇 北約代號為周籍 中共方面的代號則尚未公布 過去武昌造船廠大多是建造傳統潛艇 核潛艇主要在葫蘆島的渤海造船廠製造 但最近武昌也開始承接核潛艇的訂單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亮姐 李易鴻 台灣台北報導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目前是非以利組織的OpenAI 近期正在考慮重組為雲類性公益公司 先前傳出OpenAI計劃配發7%巨額股權 給執行長阿特曼 不過阿特曼在26號的會議中 否認了這個消息 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由於不想再把石油市場讓給其他國家 沙烏迪阿拉伯即將放棄每桶100美元的目標 並準備增產石油 再加上利比亞可能恢復供應石油 導致國際油價26號盤中暴跌超過3% 中共統計局27號宣布今年前8個月 全中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 實現利潤總額為4.65兆人民幣 年增長0.5% 另外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數等因素影響 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 年減17.8% 繼美國和多個南美洲國家之後 日本和韓國也開始反制 中國鋼鐵的傾銷問題 日本經濟產業省正在尋求 擴大半傾銷稅的徵收範圍 以避免中國鋼鐵經由第三方進入日本 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也宣布將對中國製造的不鏽鋼板 進行反傾銷調查 新唐人改在電視整理報導 不再先到先得 西南航空選座制度大改革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周三表示 李斯特軍在多個州爆發 累計有10人因為接觸感染而喪命 帶您了解 喜歡買熟食肉的民眾要警惕了 全美有19個州出現了李斯特軍感染病例 這些患者都曾接觸過切片熟食肉 包括Borshead品牌的香腸 周三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報告 今年5月底以來 全美已經至少有59人感染李斯特軍 累計10人喪命 而真實的患病人數可能高於統計數次 因為很多患者需要10周時間 才會出現發燒 脖子僵硬 癲癇等症狀 目前 多地議員都致信美國農業部 譴責Borshead屢屢違規 導致消費者受害 應該考慮對業者提出刑事指控 食品安全檢驗局的報告顯示 從2022年以來 這家企業確實存在數十起違規行為 例如蟲子 煤菌 地板上水坑的血跡 冷凍箱中的腐臭味 生鏽的設備 掉落的牆皮等 而Borshead已經召回了數百萬磅熟食肉 並重新任命品質管理人員 也建立委員會保障食品安全 聯邦建議消費者 檢查家中熟食肉的編碼和日期 不要再使用被召回的產品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綜合報導 西南航空一直以先到先得的選作制度受到青睞 但最近這家公司宣布大改革 從2025年底開始 乘客在訂票時需要預定座位 過去50多年裡 西南航空一直採用開放時選座位制度 但公司宣布從2025年底開始 訂票時乘客需要預定座位 這項新制度將從2026年初 正式在飛機上實施 西南航空表示 80%的乘客都希望提前訂座位 除了改為預定座位的制度外 航空公司還準備把約三分之一的座位 升級成價格更高的高級座位 腿部空間最多可增加5英寸 這就需要在一些飛機上拆除一排座椅 預計將於2026年底完成 官方估算 這些改革有望在2027年 給公司增加約15億美元的稅前收益 此外 今天嘉義縣眾資打造旅遊秘境 大埔藍色公路 您看過黑鴛在水上護盖飛行 捕魚搶食嗎 坐落在曾文水庫境內的嘉義縣大埔鄉 近年推廣乘船賞湖 為山豬和看老鷹的觀光行程 獲得觀光署補助新台幣1.5億元 加上自籌款 共計超過2.1億 26日舉行宣傳記者會 邀請遊客暢遊大埔 塵群的黑鴛在曾文水庫上空盤旋 俯衝掠食 造訪有趣的山豬島 嘉義大埔有老鷹之鄉的美稱 是嘉義縣力推的旅遊命境 今年更獲得交通部觀光署 補助新台幣1.5億元 改善旅遊軟硬體設備 管市曾文水庫上的釣魚平台 那未來可以辦活動 那包括可以釣魚看到老鷹 針對行動不方便的人 那要搭船 我們有一個無障礙的設施 那是一個攬車的設置 基礎建設把它做好之外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把它行銷出去 通過數位創新 讓全世界國內外的遊客 能夠知道我們有這麼美麗的大埔 為了打造大埔永續自然生態 及多元藝術文化 嘉義縣府規劃數位整合計畫 包括曾文水庫碼頭友善環境改善工程 勤英會館 賞英平台興建工程等三大建設 強化藍色公路油漆體驗 同時導入APP 串建商圈 帶動整體發展 最主要就是要強化在藍色公路 就是我們曾文水庫的這個油漆 跟路上的一個結合 再加上一個軟體APP的一個導入 將加速大埔鄉的全面的在觀光 為主軸的這個能量的一個發展 縣長汪章良表示 大埔鄉已經成功突破 曾文水庫對地方發展的限制 從海陸帶動商圈 從生態到藝術 還有無障礙設施方便遊覽 以及數位APP 搭載中 英 日等多餘種 可以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造訪 星騰 野太電視 柳彥旋 方雅前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 蘇富比即將在今年11月 拍賣一條18世紀的項鏈 上面約有500顆鑽石 項鏈的歷史更是大有來頭 這條項鏈來自一位亞洲私人收藏家 由三排鑽石組成 兩端各有一個鑽石流蘇 預估拍賣價高達280萬美元 這也將是他50年來首次公開亮相 項鏈此前曾經在王家嘉免典禮上被佩戴過 蘇富比介紹 這條項鏈可能是在法國大革命前的 《十年間製作》 《十年間製作》 《十月二十五日》 蘇富比官網開放線上競標 目前項鏈正在世界各地展覽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柯婷婷綜合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4年9月27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已經達到4億3648萬8880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3,371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十年間製作》 《十年間製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